這個表演很特別 大家會發覺 他一打開就會看到這個球場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就是講到這個 人生就好像打了一場歌 有上半場到下半場 你一定要明年 你明年還要做什麼 未知 但是明年內一定要做 因為那個tour是去到明年的年尾 我就希望可以是 如果做到戶外場就正 因為這個show 就是特別 其實是為戶外場去設計的 現在已經落實了 還可以說一下 就在等期什麼時候批的時間 現在會13年沒回來香港 是啊 這麼久沒回來 是啊 不知道 因為中間早幾次的tour 都 最後都沒有做到香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那有原因的 有一年剛好爸爸過世了 剛剛爸爸過世了 所以就打亂了我們的計劃 那這次會不會叫老公 和他的小朋友來香港看 會會會 是啊 但就合他們 放假的時候 然後還回一學 所以才可以 是否前天和老公七周年結婚 上兩個星期 剛剛有兩個星期空檔 沒有了國慶那段 期間放假 所以就回到英國 對 就是 那天竟然 因為可能之前我一直跑演唱會 所以即使很累 但是你如果繼續跑 你就沒事的 正常 就是引擎輪 你沒事的 但是一叫做放低 就是鬆懈了 然後就開始 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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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好就是 結婚周年那一天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起真是見頭暈 直正是 我從來都不會暈的 但是就變成 那天什麼都沒有做到 沒有街去 沒有飯吃 就睡在家 因為見暈 這樣 老公下班回來 我什麼都沒有吃 我就說 如果現在在香港的話 通常不舒服 那當然是吃碗粥 但是我又不會煮 然後我老公就真的馬上 Youtube 找那些片 就是看一下 教你怎麼煮粥 那就下去 在廚房就開始做了 做了一碗粥給我吃 OK的 還要很好吃 當然有愛心 是 但是 即是馬上就好了 所以 我覺得反而 今年這個 慶祝 其實不是慶祝 但是今年 是最難忘的一次 周年紀念